- 張小涵在2009年時遭到已離婚的爸媽 聯手控訴棄養,母女關係因因未前撕破臉 事隔13年他罕見在節目上提到此事 他透露,當時回到台北的時候 看到家外頭被貼了查封封條 當下心情十分震驚 接著他前往催角中心單位 一位女員工拿出一大碟證明並說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在你名下 是在你母親的名下 聽完他腦中一片空白 不敢相信自己遇到了這種事 所有的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表示當下其實真的很恨 還好當時出事後 妹妹立刻返台擔任他的助理 並在甘姐的開導下才逐漸走出陰影 他感謝甘姐和妹妹的陪伴 直呼如果沒有他們 他今天也已經睡在路邊了 並表示自己不會再流淚 也依舊願意相信人性的美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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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